《彭秀偉老師》 其實我拍大叔之前 我就向彭秀偉老師上了一期 一期戲劇課 總共十堂 那十堂我覺得好像幫我打開了新世界 他把所有的感受放大了一百倍 坐車 我看出去街的風景 我看到有不同的人 我會幻想他們在經歷甚麼 他們的背景故事是甚麼 我會描述他們自己的背景 為甚麼他們會這樣走路 為甚麼他們穿衣的方法 是代表他們是甚麼性格的人 我自己是習慣留意這些角色的東西 KP幫了我很多 打開我的五官的感覺 我怎樣聽完別人說話之後 我給回一個相對的反應 而不是只讀完自己的對白 很穩穩的過關就算了 我覺得這個是我學在十堂領悟的東西最多 很多粉絲都cap一些說我一秒眼紅的位置 其實我想起拍大叔的時候 其實是夠不夠投入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我覺得我當時是很相信劇本的 我覺得演技上的技巧上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自己是沒甚麼的 技巧懷所是零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我投入的程度 我是絕對給了自己一百百百百的 大叔的愛國兩三個月 代入阿牧這個角色 坦白說是辛苦的 因為長時間都要浸淫在一個不開心的情緒 還有我想這個辛苦是情緒起伏很大 很多時候跳拍長口的時候 一時拍一些很開心 日常很簡單的東西 下一場突然就會分手了 或者是分手那一幕 很突然 情緒變得很快 就要很考自己入戲的速度有多快 在社交媒體我分享說 我有一個歌單 是給阿牧去入不開心情緒的時候 我會聽那些歌 因為我要確保自己聽那首歌 可能聽十幾二十秒intro 我已經要馬上進入不開心的狀態 很想念或很傷心的情緒 我看著自己眼紅 那些位置 其實我沒有甚麼嘩的感覺 反而我看到很多其他 我平時純粹很日常說話 但我都會很想和自己說 你真的要聰明一點 有甚麼感覺 也有很多評論很有用 他們也有說 記住不要因為太多人稱讚你 而你就驕傲 其實他們很直接的 就會說 其實你不是做得很好 我是同意的 因為我都不覺得自己做得很好 我都看到太多 我覺得還是有點生眼 我跟女祭安時候談 我們都覺得是一個經歷來的 當刻我們認識的東西 就是只有這麼多 所以都沒有後悔 為何說才不會做 我欣賞自己很投入 這一個是我也要給自己的 很投入 還有我在那兩三個月 全神觀珠那一套劇裏 我覺得在這條路上 我還不斷嘗試抓緊每一個機會 讓大家看到 又不可以說實力 我想讓大家看到我的可能性 不只是在演戲 其實是唱歌和舞台表演 跳唱舞台表演 是一部分我一定不會放棄的一個 所以總之每次一有機會表演 一有機會做戲 其實我就會很直接地 叫自己100%投入下去 將自己當黑色的東西 就展示出來 今年可能大家關注到 對Anson Lo關注到多了 所以我很感激大家 很留意我每一個作品 開始跟我的互動越來越多 我會覺得想要看